Toolool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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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之夜 遊戲節目玩超夢 大牌保命 犧牲大 她為了這個節目 每一次出去就是受傷 本來那個腿多美 第一次出去就見學了 我都吃西瓜吃到額頭上了 你不吃嗎 她那天吃西瓜吃猛的耶 吃猛的 她用西瓜皮洗臉你知道嗎 主動要求說要玩丁方球 然後她還接沈玉琳的球 然後玉琳一吐出來 她就馬上... 在裡面下去 因為那個道具很漂亮 她這道具超人會化分 兩樣耶 玉琳哥那個時候講了一句名言 她就說 再怎麼樣美的人 抽水都是臭的 來 反正至少我們每一年都要見一兩次面 是 一個是璀璨之心的這個選拔 選拔 另外一次就是你們要辦一些 什麼運動會啦 對... 花樣很多耶 真的 你心情很好耶 很好啊 意思是一年我們會見幾次面 那配序就不一樣了 因為你戲多嘛 就不敢... 對不對 戲上演的時候就會來 對 我也特別想妳啊 因為我也一年沒見妳了 真的 我有一年沒見妳了 有嗎 有... 去年夏天戲來宣傳 對 想妳 小燕姐 真的... 真的 好 其實水戰之心已經有五年了 是的 所以今天特別來的人呢 其實是讓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其實你們公司喔 是 伊林公司是不一定完全要巨男美女的 沒有 我們會這麼說話嗎 一定都是要巨男美女的 小燕姐 我帥耶 很認真的耶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對你自己 當然你可以覺得你很帥 但是呢 其實他們... 自己覺得 但是其實他們是有演藝組的 對不對 我們有演藝組 演藝裡面就包含那個綜藝主持啦 戲劇演員啦 跟歌手 歌手 然後我們還有模特兒組 那模特兒組就有身高上的限制了 對 身高 年齡都有限制 就有身高要比如說 男生一定要180以上啦 女生一定要170以上 但我們還有一個叫做國民女孩組 那就是不限制身高 只要長相很清秀 然後我們不要那種貼大甲睫毛啊 那種女孩不要 就是簡單乾淨的樣子 不化妝去最好 對...簡單乾淨漂亮的樣子 不貼那個眼睛片 只要看起來是純真美麗 對... 你也可以啊 我還純真美麗 純真 勉強啊 勉強純真 可能不美麗 不過其實佩旭應該算是 在你們這個1010 1010 就是非常...怎麼講 就是多元化的一位 沒錯... 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佩旭其實 其實我們當初也是在一個選秀中 看到的 然後那... 余秉諺嘛 對...他跟余秉諺 那余秉諺比你高很多喔 對 你們其實五個人進去 其他五個都超過184 只有我一個人一起 所以你在被夾帶進去的對不對 對 就是夾帶 對 然後其實呢... 公司那時候 我有後來聽說的啦 後來聽說 有幾個節目他們在開會 然後說你們今天他要... 幹嘛 對 但我聽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也同樣問我的經紀人說 你們聽說我要幹嘛呢 我們在你身上 可能看到了其他的可能 這樣 所以說不定不是網秀場 對 真的... 這個問題我也有問過頑若婕 沒有問過 頑若婕為什麼要簽文 因為一個好的公司 我們有的時候就會缺人工啊 砸工 對... 所以佩旭也是從平面模特兒 然後也有走秀 然後演員 然後主持 演戲 對 那其實以豪也是演戲啦 其實一開始演戲 然後Model到... 而且他們也有樂團 對 模特兒 然後就說其實很謝謝佩旭哥 因為其實我有跟佩旭哥聊過 因為公司女生都很高 大概170幾以上 然後我以前進公司 其實你們壓力很大 平常在別的地方 你們都算是高個子的 可是一進去公司 你們就矮半截 然後我就跟佩旭哥說 佩旭哥 我今天我有帶那個鞋墊 結果今天要不要用 然後佩旭哥一直告訴我說 你要相信自己 就是你不需要這種東西 要不然以前我都會電 對 真的 真的 有電了還長這樣 所以在你們公司 其實小胖啊 就是完全的小胖嘛 所以感覺上你們公司 對身體圓潤的人是滿喜歡的 對不對 是耶 但是其實他們兩個 我那時候看到都是他們的才華啦 因為師妹我看過她舞台劇以後 我真的很喜歡 我就發現就是說 她如果有機會的話 應該有更多戲上面的表現 那大愷的話 我覺得她就是我們公司的寶嘛 那個我們公司 從來沒有簽過一個 吉祥物 對 然後她也很會唱歌 很會創作 然後所有的梗都是她自己寫 所以我很喜歡 我喜歡有才華的藝人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她的特色 只要你有特色 就可以來報名 對 快到了 來 整稱之心 第一屆是誰啊 我都現在有點... 其實我們每一屆選拔的方向 都不太一樣 有的時候也有跟日本索尼唱片 合作啦 然後做團啦 每一次都不太一樣 那這一次我們就是希望 好好的找到這些未來之心這樣 其實李佩絮 妳在這裡面算是長者嗎 算不算 長者 長輩 不愛做 她算智者啦 智者 智者... 對 好高的稱讚 那余秉諺是長者嗎 余秉諺... 對 你不要看喔 余秉諺也往那個戲劇下面發展 對 發展不錯 也結婚了 對不對 就是幹這些行業 還是可以成家立業的 對 還是可以 只要努力可以 只要努力 你不一定光當伴郎 對 好 聽懂了 而且剛剛在錄影之前 小燕姐還耳提面命你知道 非常嚴肅的說 佩絮 妳秉諺結婚 妳當伴郎是不是 我說是啊 第幾次了 我說那個第四次還第五次 如果妳想結婚的話 妳不要再當了 我聽懂了... 我聽懂了... 好 其實算... 妳在裡面算學長 學長... 算第一屆了 對 就是還聽在這裡沒有放棄 對 因為其實呢 現在在公司裡面 這兩百多個 這個藝人家模特兒當中呢 我跟秉諺已經算最資深的了 已經算最資深 男生裡面 我跟她最資深了 女生嗎 女生應該是玄 玄姐啊 應該是玄 對 大玄姐 對 對 那以前這個心目歷程就是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聊的嘛 就是說我進來的時候 我也會看到這個 這裡面帥哥美女如鈴 如鈴 對不對 不是 就如鈴 然後我會覺得就是 那我在這邊 我可以找到一個什麼樣的 不管是打工也好啦 還是說她是可能未來的職業也好 我到底可以找到一個什麼 我說 我再怎麼樣 我沒有辦法長得比你們高 可是Maybe 我可能可以練得比較壯一點 或者是Maybe 我可能在螢光幕前的表演 演壞人的時候可以演得更好耶 之類 就是... 就是表演 壞到骨子裡的的時候 壞到骨子裡對不對 而且小燕姐 我跟妳講 佩玉哥有多認真 妳知道嗎 她一天大概要開五次直播 然後我... 這個後來有什麼關係 等一下... 直播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你開五次直播幹嘛 不是 我說的不是 不是 她很愛開直播 是她很愛健身 就是她對於 保持自己的身材狀況 是非常嚴格要求 妳要健身都要給我們看嗎 可是小燕姐 我鼓勵他們耶 我覺得就是說 直播現在他們是他們的自平台 所以他們要自己 好好的去經營這些自平台上面 然後在這個平台上面去經營 除了妳藝人以外的另外一個身分 那妳就有第二神明 比如說妳健身練得這麼好 妳可能其他的都有 妳一定要練五次喔 沒有...她誇張了 她開車也直播 然後還有... 開車要直播 對不起 妳在哪裡開中 妳在警察去罰單 等一下 對不起 開車直播的時候 是大愷在旁邊的人 因為她可以口語相傳 粉絲跟我講什麼話 我一個人的時候 她很專心看 但婉若姐 我要告一個狀 你知道我們在座 有人開直播 他是幹嘛開 等一下...這我覺得 你不知道洗白球鞋 是一門學問喔 是不是 也是 但是她... 現在看起來她那個白鞋 洗得還真的... 不...這個是新鞋 是有人把一雙舊鞋 她的出發點就是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幹這麼無聊的事情 開直播 然後還有這麼多粉絲要看 所以她想要知道 她要做一件非常無聊的事情 看看會不會有人看 不過因為這是自媒體嘛 這我自己的媒體 我愛怎麼做怎麼做啊 做到沒人看為止的 對 結果... 沒有小燕姐 我跟你講喔 洗白球鞋很多人看耶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洗白球鞋別 因為最無聊的直播就是說 告訴人家 我在這裡啊 嗨 我剛剛... 什麼事都沒有做 那是最無聊 不是水管你在哪兒 對啊 那邊也好好吃 那個比較無聊 但你如果有一件事情 是告訴大家 我是怎麼完成的 對啊 沒錯 不是 但是她從頭到尾 是告訴大家 她怎麼搞砸的 因為洗不白啦 真的 我試了很多洗劑 我重點是做一個實驗這樣子 後來真的還是失敗 然後把那雙球鞋弄壞了 威表威妝真把妹 老闆幾瓶 夏馬威 1019大海條款了 有沒有看起來沒有攻擊性嘛 所以女孩有時候會... 就是納豆型嘛 她其實很懂 比如說我們像有一次聚餐聚會 她就會像在上酒店啦 這樣 有沒有交朋友啦 大哥 公開 我隨時會看著你們 前兩次你們還有那個 十二位少爺拍的對不對 月靈也 厲害 一個比高 小鮮肉 他們大概就都到188到190 好... 幻想男友 幻想男友 師妹都拿那個點菜的 對 不要這樣講 我都拿那個點菜的 就是人家是月曆 師妹是看菜單 你知道嗎 在公司好長喔 沒有 其實喔 這些男生來來節目喔 就是我是覺得其實 大人他們有很好的身材 有很棒的 但有的人就會應對得非常好 那有的人就會很緊張 對 沒錯... 我覺得這個就是靠經驗了 不是良心講 就是說你們... 你們至少這麼多年來 上節目也好 做什麼也好 其實演藝事業不光是... 你即使是走台步 他其實也有戲的啊 沒錯啊... 我常常都跟他們講說 我們幫他們上很多表演課 我說... 然後他們說 婉兒姐 我是模特兒 我幹嘛上表演課 我說 你走出來就沒有感覺 我說但是你... 但是如果你懂得表演 你走出來是有角色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對不對 劉宜豪自己覺得演完戲以後 對 小燕姐剛剛就是講你了 我也覺得 還要緊張 那不能用力 你要不要應對一下嗎 緊張體質啊 有...我會比較放鬆了 有嗎 這個比較放鬆 以前很緊張喔 以前很容易緊張 而且記得那時候 我參加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是腦海一片空白 我不管走出來啊 還是自己要表演才藝 我都會緊張過頭 然後就一直冒汗這樣 而且你... 老實講 你到我們隊來 你要表演什麼時候 我們也會緊張 因為你很緊張 我們也很緊張 就會害大家真的緊張 對 真的會這樣 所以要放鬆 好 一定放鬆 而且已經放鬆多了 對 對... 應該講去年到今年 你們也做了一個節目對不對 對 明魔出任務 對 明魔出任務 這個...這個也是... 這個也算是明魔界的這個... 創舉 創舉吧 對不對 是 大家都在想明魔 曬太陽 怎麼可能 想不到 怎麼人都有啊 對不對 老實講 沒有其他的 也很難組成啊 對不對 是啊... 因為其實逸林這幾年已經改型 就是逸林娛樂了 這五年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一個 藝人演藝經濟跟製作公司 那所以就除了大家以外呢 我就想做一個節目 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這些人其實在私下 並不是只有模特兒的那個面向 還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然後最重要是他們在節目裡面 我覺得很真實 然後全力以赴的玩 所以才會好看 對 每次都全力以赴 我非得拚命的啊 一定要的 但是因為主持人的身分 我一定要那個... 不是 還好你跟依林的在一起 你跟別人你會吵架 有知情還不錯 好像這是去年夏天的時候 對... 一起來萬一又就不來了 好 沒有 但是我就說 這個節目也還好 全部都是自己人 因為大家就會讓了你吧 不會 他帶領大家啊 他帶著大家... 對 但是比如說像小璇就有講 他說如果不是自己人我哪敢... 因為比如說他們 從滑水道上滑下來 他說我哪敢這樣子抱著前面 那個男藝人 然後兩個貼那麼緊滑下來 但因為前面是陳志強 前面是黃志偉 他沒關係 因為大家在公司 兄弟姐妹自己 也無所謂 平衡良心講 對啊 你們都玩得很開心啊 小燕姐 這還要妳說嗎 不是... 對 我們現在也在拍攝 其實大愷想... 我進了伊玲 但其實很少機會 跟那麼多美女在一起 小燕姐 你錯了 錯了 我們伊玲有大愷條款呢 對 婉繞姐都耳提面面 沒有...什麼叫大愷條款 大愷條款 你自己講啊 我不好意思講啦 講啊 沒有 反正就是 因為婉繞姐她很擔心我 就是你知道... 她看起來沒有攻擊性嘛 所以女孩有時候會圍著 對 看起來沒有攻擊性 圍著她 然後她其實很懂 有嗎 你說 硬是硬有 這個感覺 這有喔 好假喔 就是因為... 小燕姐 要跟妳報告一下 因為我的... 就是可能身高 長相 在公司看起來 算是比較特利啦 就正常... 對 他們平常跟他都帥哥 其實納豆很羨慕你啊 他也很想在這個公司 他也很想來伊玲 對 對 什麼可以講出來 而且你講得太外圍 你直接講直接一點 比如說我們像有一些聚餐聚會 他就會像在上酒店來的 那位姐妹新來的啊 哪一個選就出來的啊 哪一個什麼都進來 怎麼稱呼啊 他整個就像你知道開心的 對 獅子座 沒有 交朋友啦 廣街善緣嘛 小燕姐 你懂得獅子座嘛 對 我也獅子座啊 我也獅子座 我們獅子座跟某些獅子 是不一樣的 對... 這兩個都獅子耶 對不對 我也是獅子 你怎麼會這樣啊 還是... 對 我折扇固執的 你經不折食還是折扇固執 你經不折食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 明模出任務的外景花絮 澳門美食健康操 兩手上腰 預備 7 2 3 4 5 6 7 放邊 2 2 3 4 5 6 7 全部一起 3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我發現啊 是我是有一點累 對 因為我總共要比雙倍的比 對 好 我覺得相當清楚啦 好不好 勝券在我 可是你有寂寞 不用擔心 不要擔心 幾個字 7個字 什麼東西 台北 台北 1 3 3 4 5 6 7 8 1 1 妳不要一個字拿一下 没有 沒薪摩 нд 沒有 我跟你講 那一天真的好可怕喔 我就躺在沙灘上 沒有 他那個水球就... 我們要用腳傳球 你知道嗎 然後我的前一棒是個天兵 他就一直把那個球 夾破在我臉上 你知道 完全不能躲喔 然後臉又是沙子又是水 真痛苦那一天 對 好可怕 而且我覺得那個太陽真的很大 很大...尤其就是 進來進入夏天了 你知道 然後我們就是偏向水上活動多 戶外跟水上活動多 所以大家都曬黑了啊 其實你們還去了滿多的地方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剛剛其實看這個袋子 就好多回憶喔 因為我們從...我們半年了嘛 我們從去年11月開始做 做到現在從... 從高齡 穿到現在就是不穿這樣 然後去錄這樣 有穿嗎 我們在水上玩都... 你要穿啦... 對...就是說 我們其他的俊男美女都請他們 就穿...女生穿比基尼 男生像佩馨家都脫在 但我就跟大愷說 妳可以穿得下手 穿越多 收穿越高 妳多穿一點 收視率會好一點 對... 對 這其實真的是... 俊男都是俊男 每不深收 小燕姐這個畫面 你看 巧克力機 就是有一些怪怪的畫面在當中 對 有怪怪畫面在當中 有嗎 有類似像香菇頭的那時候 香菇頭的那是誰啊 對 就大愷嘛 這還一定要穿的背心啊 小燕姐 不好意思 那時候曬假髮 對 這什麼地方啊 這可是... 這個是高雄藝大 藝大 藝大一個水寮區 對 好棒喔 那個地方 很好玩嗎 很好玩... 好玩啊... 每次出去玩就覺得好好玩 其實每次都很好玩 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這幾個人變得感情非常非常好 對 因為... 你就講嘛 你說他跟思璇他說 我講一個很實在的 對 就是我跟璇... 我也自己還跟她講 我說我跟璇... 我也自己還跟璇姐講 我說我跟妳認識 18年、19年 對 這個半年 這個節目是我跟你講 最多話的一次 超過18年 其實也是耶 老實講 在一個公司 不見得真的會常常碰到 對不對 飲水相逢 就點頭一下 對 就像我啊 補學亮 黃金條 除非有事情呢 就...他演出我們去看他 平常他們看到我來 他們就走了 為什麼 怕被罵這樣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有的時候有沒有 你走過去 你要搭電梯 那邊明明就有個模特兒 在等電梯 他看我兒子來 他也不搭了 他就走了 對 他不想跟你當時... 兩位姐姐 你們要知道 因為你們地位太崇高了 真的 只有妳到這裡 只有像左手又又看話 好可愛 其他人都心中 好像有什麼鬼一樣 生怕... 生怕我們看得出說 培羽 你今天心情不好 OK 沒有 沒有 這是位階嘛 姊姊跟弟弟的感覺 像我跟玄姐也是一樣 因為其實是 她是有階級上差別的 就是我們以前看到說 玄姐... 玄姐 你先坐 你今天化妝 我們男生先去拿便當了這樣 就是因為你久了久之 十幾年來已經是這樣習慣了 你很難會這樣坐在旁邊 你待會兒那個怎麼玩 這樣就是你知道 可是因為這個節目 讓我們非得不得不 然後又因為這樣 然後就聚在一起 而且變成了好朋友 跟他們也都是 跟他們也都是 跟弟弟妹妹們也都是 對 要不然也很少機會碰到點 對 我多了好多好多時間 讓大家變得更熟了 那杜師妹 你講一下 李佩旭到底是一個好相處 還是不好相處 來 其實是... 但是這個字 含有中國文字的奧妙之處 對 她不是要花時間 因為她不像我們就是 一次 兩次 就敞開來了 那她是會要... 對 她要一個... 你看她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很有攻擊性 但她其實裡面很會照顧 她其實很溫和 對 真的 小燕姐 小燕姐 我跟你講一個事情 妳以前一直拍戲 她真的會... 對 就是會告訴我很多 要注意的東西 她會告訴你鞋墊這個事情 晚上姐聽了就感動 真的啊 我真的很開心 我說你不要對自己沒有... 沒有自信 所以...被很多人誤會喔 真的是大家錯怪她了 真的錯怪 我們有...我們第一次 開完這個節目的直播會議 然後一出門 我跟詩梅兩個人就... 因為我跟詩梅是 我們在還沒進公司之前 就有私交 但沒有很深喔 沒有很深 現在在講故事 你貼心那麼快幹嘛啦 有些重點還讓大家了解 他怕進入園外的名單裡 好 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點頭之交 對... 然後我們開完會之後 對 我們開完會之後 我們兩個一出門 就對了一下眼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剛好前一陣子有一個 佩旭哥有一個大風波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要跟他一起合作 我們大家其實都... 對 大家都... 你知道因為我們都實有耳聞嘛 然後每個人都會看新聞 知道這個訊息 然後結果那天出來之後 兩個人就對了眼說 搶一腿名模玩很大 西瓜皮洗臉沒在怕 你說為了這個節目 每一次出去就是受傷 本來那個腿多美 第一次出去就見學耶 沒有 對 他所有東西他之前試 他都上去了 別人怎麼好 對 但是我都吃西瓜 吃到額頭上了 你不吃嘛 他那一天吃西瓜之猛的耶 我之猛耶 他用西瓜皮洗臉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一出門就對了一下眼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剛好前一陣子有一個 佩旭哥有一個大風波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要跟他一起合作 我們大家其實都... 就是... 對 大家都... 你知道因為我們都實有耳聞嘛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看新聞 知道這個訊息 然後結果那天出來之後 兩個人就對了眼說 而且我... 妳就講嘛 小燕姐在幫我們做主的 我雖然進到公司 其實到也三年了 但是我們私底下 真的沒有工作 一起在一起的機會 所以就很難了解彼此 就只是覺得說 新聞上面有這樣子的風風雨雨 那這樣我們以後 要一起做個節目要怎麼溝通啊 就是這個行嗎這樣子 結果真的執行下去之後發現 他其實都是為了... 他的... 他才真的是折善固止 他真的是折善固止 他是為了好 然後才會去說服說 我覺得怎麼樣是好 那怎麼樣做會好 他是因為這個點才是堅持 而且像這樣子的人喔 如果想偷懶的人 就很... 厲害了 對 妳說得對 我為什麼要開這個節目 真的也有一半是因為佩絮 因為我從小看他 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對節目的要求會是怎麼樣 那如果今天真的可以做一個節目 然後讓他把這些專業都丟進去 當然另外他也可以帶著 公司的大家一起 那會做出一個成績的 我就跟他講 我就會做出一個成績 那人家會看到嘛 然後不用多說什麼啦 就是節目成績做出來 大家就看到 對 其實...其實佩絮這個... 佩絮幹嘛 不好意思啊 對啊 這邊... 終於找到 很了解妳的也接門了吧 我相信妳也了解我 兄弟姐妹都了解他了 真的 其實我雖然沒有跟佩絮 因為我年紀很大 我歡迎妳來講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因為我年紀很大 妳來跟我們玩乘乒乓球 我感覺 好好玩喔 小燕姐 我想看妳夾水球 對啊 什麼小燕姐 來的時候 你們都要做成熟叫 你還想聽一下 對 但是因為佩絮常常來上節目 我就聽她講對戲啊 對某些事情她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她是一個 就所謂折散固執的人 她覺得如果要做 我們就往那個好地方去做 對 而且她說的折散固執 她也是暖男喔 她做了很多很貼心的事情 就比如說今天要錄影 她早上出門之前 她就傳了訊息給我跟我說 叫我今天一定要開車來錄影 真的 對啊 她有這麼多不要的鞋喔 所以妳的直播就是 每天插一雙你配你的鞋啦 不是 我跟你講 小燕姐 我跟佩絮哥真的 她真的是一個太好的朋友了 只不過送你幾雙鞋就送來你了 對啊 不是...妳這樣講 那我有講出來 小燕姐 我真的做夢都沒有想過 你知道 第一長腿名模陳思璇 她居然送禮物給我 她送她的塑腿 塑身衣啊 我以為有想到我應該介紹 我才跟璇這麼好 就是她真的是一個... 她也是暖女 其實佩絮就是 常常在這方面 但是我覺得因為喔 就像我講的 她如果主導這一項的活動 那有些人都覺得 幹嘛這樣子玩 那樣玩也可以啊 那我們就可以早點收工 對啊 要求嘛 對啊 我覺得... 尤其像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節目其實... 有點難做 對 有點難做 然後其實節目 真的不像大家想的 對上對下好多... 然後每一次 尤其名模剛開始做到 每一集完了收視 然後長官要叫去 你要... 對 OK...要怎麼講 然後也很怕打擊他們的士氣回來 都有很多很多的溝通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一定要全力以赴做 然後別人就會看到 是啦 我當初呢 其實我是在... 我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所以我接到這個... 高層發來的指令 對 高層發來的指令說 婉若姐想要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然後外景遊戲節目 然後... 讓我們跟電視台都主意 你能不能回來台灣做這個事情 但其實他們之前 我就直講啦 其實我就直講 然後他們之前其實 當有這個體驗 有這個想法 有找到這個人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有說 不管是我的經紀人 然後或者是公司跟我很好姐姐們 他們就說 可是佩旭 在去年就經過了一個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她可能不會想要做 但我就...我接到完這個電話 我說你給我30分鐘 我還記得我在恆店的街上 我一個人要走回賓館 我打電話回去 我說來吧 我們做吧 但要做 我就要做到底 要做到好 要爭這一口氣 因為我做這個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明明說是綠 你說...也不是說多厲害 多屌... 不是很棒... 因為... 但是呢 她至少... 我們做完了兩季 我們這個是一個 就大家都知道 而且喜歡的節目 那... 我當初要做的這個 我第一個東西是 因為宛如姐 像我生命裡的朋友 你知道 我就是認識她 我從進行公司開始就認識她 當妳生命裡的朋友 想要去完成一個... 一個項目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一齡想要變成娛樂 我們想要做製作 想要做製作 那當妳的朋友 想要去完成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有這個能力 我就要去幫忙 對 沒有插刀 沒有啦 如果沒看得起我 因為其實說起碼小燕姐 小燕姐才是真的這個行業的大前輩 我為什麼要做製作節目 是因為我要做節目 我才可以把這些弟弟妹妹 跟大家放上去 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點喔 如果不再一起做 其實大家也不曉得 大家能做什麼 是啊... 對不對 其實最重要的是 老實講 我們自己覺得自己很好玩 我們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但上去 觀眾沒有很想要感 沒錯... 其實我們就得調整方向 是啊... 我們可能需要另外一個方式 你們戲也演得很好 也不必把人家... 都揪回來做節目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又是公司的另外一條路 也是很多人 可以有不同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就是 每天罵電視 不如自己來做電視 對不對 如果...如果再抱怨 還不如多做人 每天給別人嫌悟 還不如自己來做得更好 講出來... 對啊 有時候會比如說 我今天比如說跟其他 一些製作單位推 我說大概很好 你們為什麼沒有... 大概... 所以有的時候會有一個過程 對 因為常常我們會說 這個真的不錯 可是他沒有出來 做出點成績的時候 對 沒錯... 他很好...我用他 之前跟你們講 怎麼你們都不... 沒錯... 對... 對 這是不變的定律 就是人家看完說 李佩旭能不能演 李佩旭啊 就是會這樣子 但你演完了 佩旭很會演耶 可以來演嗎 佩旭很會演耶 我以前曾經有個廣告 找過佩旭啊 都是因為從那邊開始 他紅的 對 謝謝你 真的 對... 對... 歷經外景玩超崩 惡心道具 臭半天 舞動要求說要玩乒乓球 然後他還接沈玉琳的球 然後他一吐出來 他就馬上... 在你下去 你看那個道具很漂亮 那個道具臭 你跟花粉絲 你跟兩樣而已 因為玉琳哥那個時候 講了一句名言 他就說 他就說 不是啊 他不是一個馬斗嗎 就是會這樣子 但你演完了 佩旭很會演耶 可以來演嗎 佩旭很會演耶 我以前曾經有個廣告 找過佩旭啊 都是因為從那邊開始 他紅的 對 謝謝你 是不是 對... 那時候看來啊 對 還是個小明星 你怎麼紅了就紅了 一紅的時候 每個人都曾經用過這個力了 對... 但是我是覺得像李佩旭這樣子的人 也不需要因為我們這樣大環境 讓每一個人在這個... 對 小燕姐真的很理解 很會看人 因為在這個環境裡頭 每一個人有她的成功之道 妳的成功就是因為靠 妳的這個堅持 堅持 那有的人就靠她的水盒 原來我是靠水盒 小燕姐喔 我跟你講 你一定還是有別的才能 但是你不水盒 那你真的是 連才能都看不到 了解 對不對 小燕姐 真的 我靠我的兄弟姐妹們 真的啊 我靠我的 我靠我的兄弟姐妹們 你看 杜思梅 妳說她是妳的兄弟姐妹 妳好高興喔 好開心喔 沒有 對... 這家也很少流傳 有 因為公司菜市... 不是... 都是夥伴太多了 不是 我覺得杜思梅 對 妳進了... 進到這家公司 妳簡直是 人家還開過時尚雜誌呢 她進來喔 甚至妳這叫美夢成真耶 其實有一點 因為大家這幾年發現 我有慢慢在越來越瘦 其實真的是進了公司 真的覺得... 真的嗎 其實妳也太格格不入也不行 因為妳也瘦不到那個樣子 妳不如跟他們有一點點差 也是啦 就是即便瘦了 但是還是拉不起來嘛 對... 妳還是自己有點特色比較好 對不對 漂亮 對 當然... 我只講真的耶 OK喔 因為他們肉多的不多嘛 真的不多 對 對 妳看 他們腿長的真多耶 真的 所以妳看 妳在裡面都突出 中間的 妳那天當關主的 對 前面我都當關主 對 妳看這些人的腿 都是為什麼會生成這樣 真奇怪 但這裡面還有個小胖耶 純綠色的第三個 對 因為有了大卡以後 她也不算胖 她也不胖 對 可是妳知道 那個玄姐她真的好可憐 她為了這個節目 尤其一開始 每一次出去就是受傷 然後她本來那個腿多美 然後整個那個無瑕 留了好多疤耶 留好多疤 她第一次出去就進學耶 沒有 對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她影響了所有那些 其他人 要不然有一些女孩教嘛 我說我不要這樣 妳這樣... 她所有東西她自己先試 從十尺高的攀岩 然後空空派什麼 她都自己試 對 因為她都上去了 別人怎麼好 對 玄姐就一聲作者啦 我常常說玄其實是 我們這一整個團隊的 精神總指標 妳知道嗎 就是... 因為就像我玄姐剛剛講的 就是女生會怕曬黑 怕沙子磨到皮膚 怕說這邊穿太短又會冷 學院通常都是 學院通常她也不會是很嚴厲的 她就說妹妹... 我已經換好囉 真的喔 然後別人都是裡面 在套黑襪子的時候 她就我不套 我穿好 然後給你們看說 我可以 你們也應該可以 妳應該...可以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也錄得很冷 可是大家要穿短褲 然後很多人就會穿黑皓 穿什麼的 然後她就說不要 不好看 對 不好看 我都吃西瓜 吃到額頭上了 你們不吃嗎 對 這一張就好 她那天吃西瓜 真猛的 真猛喔 她用西瓜皮洗臉 你知道嗎 不是 真的 這也是一個本領耶 因為不嗆到不容易耶 對... 可是你知道每次 當她穿完這種關卡的時候 我們都會摸摸到後面 這樣 就是很真的告訴妳 謝謝 因為她都這樣了 大家會拿命去玩 而且選也是因為這個節目 她才開了粉絲團 她以前從來不開粉絲團 然後她會覺得說沒關係 我不喜歡 可是因為她上這個節目以後 她多了好多那種 以前除了時尚以外的粉絲 一直要求她開 就是因為大家... 大家一開始以為她就是一個 身材很好的... 對... 就是一個... 好 麗菁小姐也來... 菁姐來相挺 也來相挺的一集 對 菁姐也是會拚命的 玩很大喔 我跟你講 她來自備一些小道具小物 對 主動要求說要玩乒乓球 對 嘴巴圖 最骯髒的一個遊戲 她指定單元喔 她覺得什麼好玩 她要玩 可是那個單元 以前是我們做過一次搭檔 不要了... 可是她要用嘴接乒乓球 然後只露出頭 然後要打那個乒乓球 用嘴 然後... 就這個... 就這個啦 然後她跟沈玉琳... 對 然後她還接沈玉琳的球喔 玉琳哥一吐出來 她就馬上... 真的假的啦 真的 她就是為了要贏嘛 對... 完全過出去了耶 菁姐 妳看那個道具很漂亮 那個道具臭得跟花糞汁耶 為什麼 我們有音一個回合結束 我們就說快一點 酒精 酒精狂噴耶 要誰歌... 玉琳哥那個時候講了一句名言 她就說喔 小燕姐 妳看那個道具很漂亮 那個道具臭得跟花糞汁耶 為什麼 我們一個回合結束 我們就說快一點 酒精 酒精狂噴耶 會誰歌... 玉琳哥那個時候講了一句名言 她就說喔 但是我必須說 麗菁小姐是非常知道 螢幕上面的效果 是 真的 節目效果 她很清楚 而且她在我們前面製本的時候 前幾天我們就先對嘛 然後對完以後 她當天就知道哪些單元 她自己帶哪一些小道具 可以變成那個效果更清楚 很可愛... 她真的很可愛 所以人家成功 絕對不費偶然 對不對 對 有很多的藝人都覺得 那我來啦 你們沒有準備好 厲害的藝人是自己先準備好 沒錯... 對 我還記得佼佼在 剛進這一行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 就是大過年吧 吃飯聊聊練 我就說 其實藝人啊 她做什麼樣的藝人 我說藝人 主持人分三等 中等的主持人就是妳拿劇本來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 兩個就一起 對 就是平安無事 回家 亂玩就是 對 大家有空會想起妳的就這樣 那我說上等的藝人就是 但是當妳來到現場 發現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一定把它做完 我做完以後 而且我還可以把它 變出一些花樣 然後讓下面的人好安心 我下次只要記得找妳 我就安心 妳就是這樣 小燕姐 妳要把這些話 全部錄下來 真的 好了 妳們記得就好了 真的 真的好 要幫妳發揮 這是真的 所有要進入這一行的 都要知道 對啊 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其實每一個人來 當然每一個人都應該是 站在她的位置上 但是妳如果想出頭 妳如果想更好 妳就要準備得起去 我覺得 準備好了 有事可以用到 沒有用到也沒關係 就是 但機會來了 妳那個乒乓球就拿出來了 對啊 對 講得太好了 真的... 我用麗菁小姐 要謝謝麗菁小姐 給妳們做個示範 好 其實這一次的幾月幾號 從開始可以要... 我們5月25號就開始報名 報名到7月7號 對 然後只要上網搜尋 伊林的官方網站 就可以做報名的動作了 所以還是分... 比如說模特兒組是111... 對 模特兒組 女生是170公分 男生是180公分 從14歲開始到30歲 14歲... 對 到30 對 30歲還可以啊 可以... 因為模特兒她不需要講話 她只要身材比例那些東西 對 就可以 對 那演藝組的話也是 沒有身高限制 然後同樣也是14到30 也是14到30 那國民女孩組呢 是不限身高 但是呢 她是12歲開始 12歲開始到22 對 小燕姐 但還要報告一下 如果她們獲得總冠軍的話 可以得到全球不限航點的機票 真的 努力了啦 好嗨耶 她12歲她能飛去哪裡 高手 她老爸有這張機票 再搭高鐵回來 不限航點 你一定要回來 不限航點啊 不限航點啊 就南北京最快 對...圈牌也都可以 對 去年我記得是車子耶 對...今年就是... 今年是休旅車 對 而且是來回的喔 不是單純記憶 你再報一次名啊 我兩個說大愷 你再報一次名啊 他超過年紀了 對 我超過年紀 剛剛有好多人 因為聽到這個講述說 王姐 你可不可以成立一個 大哥哥 大姊姊組 其實我要講 演藝事業真的不是說你今天... 雖然說30歲 我為什麼會這樣驚訝 你來了 其實要很多時間培訓 沒錯 而且要很多時間等待 等待 等待機會 還有練習 排練 等於有經驗了 等於有機會了 上去真的是... 不簡單喔 你們都算熬過來的了 熬了多少年了 而且我覺得 依林還很有意思的就是 你們每一年的那個什麼 春久還是尾牙 尾牙... 每個人都自己辦得跟真的一樣 對... 我為什麼要說辦得跟真的一樣 因為我們有明川老師 對 而且我們有比賽 就是說如果我們當天 最後會選出誰是冠軍 然後有獎品 絞盡腦汁 每年都有主題 對 或許就像我們依林的 每一個運動會 每一次的名模出任務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總有一個向行李 去把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把它完成這樣 對 我覺得辦那個實在很好玩 每個人穿的 又有點好笑 又有點好看 對 我們上一次的是那個 彩虹下我們都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都穿一個 顏色的顏色 就彩虹的顏色你們選擇七衣 七衣 對 然後去做打扮 每一次都有主題 對 你有沒有得過獎啊 你有沒有比賽得過獎 沒有耶... 沒有耶 因為她是全部 依林的成員票選 對 所以女人員沒有太好 對... 沒有講她還可以這樣 對... 都給女孩得 都讓女孩得對不對 因為女孩得... 男生真的很難... 男生好展現啦 對 因為比如說有一年 我們是蕾絲 男生這也比較難喔 有啊 我覺得 圓典燕穿得很蕾絲 對啊 圓典燕走誇張路線 圓典燕很誇張 有一年透視 對 透視也是 對 透視也是 高死人耶 真的 對 透視也是女生好穿 男生不好穿 不是 小燕姐妳要想 我要買得到透視我穿得下來 你不用啦 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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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好好的 把衣服穿多一點就好 隨和... 隨和 對 好 今天 今天真的要恭喜是這個 民謀出任務 終於這個任務 完成 謝謝 謝謝 那璀璨之星 希望對這個行業有興趣的 不怕吃苦的 不怕吃苦的 對 真的 真的要不怕吃苦 不是來玩樂的喔 也不是來看帥哥美女的喔 你要來成為他們的一員 來 要在這裡打拚 歡迎你們來報名 謝謝... 謝謝